來囉 懸疑恐怖片真實上演 各國奇案事件簿 這個女孩子左胸被咬了 很像一個碗公的一個咬門 她說她看了 黃秋生的那個冷肉茶燒包 然後那個畫面是非常的刺激 所以她一時興奮 然後一口咬下去 整個屋子很多地方都是貼滿了符咒 把那個符咒一拿起來 壓住你 不讓你 聲韻 各國奇案事件簿 比恐怖還恐怖 她走到客廳的時候 有Baby在哭 老婆的肚子被化胎 嬰兒直接掉了出來 我到現場看到第一剎那 那個一張黑色的水槽 黑色… 仔細一看 那是蛆 可怕 恐怖 恐怖 不可脫夢成的破案關鍵 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馬桶裡面 有一隻藍身的腳 都學到了 不可恐怖 比恐怖 更恐怖 好可怕 好可怕 社會上真的有太多可怕離奇的案件 懸案 對 突然有時候聽到那個新聞 在報導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天啊 這個連編劇都編不出來的 在現實生活中居然發生了 但我最近有追一些懸疑片 然後我就發現說 有些是真人 真事改編 我很難想像的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 然後兇手還一直找不到 那真的很可怕 沒有錯 就是因為有這些懸案 所以我們電視電影 可以有這麼多題材 把它編出來對不對 你想想看 現在有很多監視器 對 不然指紋 DNA鑑定什麼 都還是有懸案 而且還會誤抓 就是可能 那個指紋判錯了 然後有些冤案對不對 對 真的 有些人被關了二 三十年 然後放出來發生說 原來他是清白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聊一下 懸案 我們上次做過一集之後 回想太熱烈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續集 好嗎 好 歡迎今天跟我們分享故事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警官 大家好 警官 還有我們的EP Today 新聞雲記者林玉峰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 所以首先第一位是先來 首先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就讓我們警官先開始好不好 很久 還沒開始 對不起 我跟各位分享一件 到現在都還沒有爭破的一個 玄奇命案 天啊 這個案子發生在2002年的3月7日 那一天的凌晨 1點30分到1點45分之間 15分鐘的時間 發生在我們台灣雲林 很有名的一個北港草天宮附近 這是一個123樓的一個古建築物 凌晨的時候傳來一個 很淒慘的一個尖銳叫聲 是一個14歲的女國中生 被發現殺害在自己家裡的沙發上面 那發現的人是她的母親 她的媽媽 送到醫院急診的時候 發現右胸中了一刀 身長大約12 3公分 寬大約5到6公分的一個刀傷 太可 其他身上再印出來 總共身中三刀 那這個女生被發現的時候 她是兩手被反綁 兩腳被反綁 嘴巴被用膠帶捆綁 表示什麼 否則你一個兇手不可能持著刀 叫她自己綁自己 當時她的母親發現的時候 警方第一次做筆錄證訊 她的媽媽說 因為我在睡夢中 是被她的尖叫聲嚇醒 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 沒看到 第二次在跟她媽媽做證訊 復訊筆錄的時候 她媽媽突然改口 說有 我一下樓就看到了一個歹徒 戴著一個棒球帽 身磚的一個外套 穿了一個某知名的 愛迪達的一個球鞋 還有什麼樣顏色的襯衫 詳細把歹徒講得很清楚 因為整個屋子從外到內 沒有任何破壞的痕跡 所有的門都由裡面反鎖 所以這種情形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這個兇手住在這個屋子裡 熟人是不是 這個兇手住在屋子裡 那是誰 那她的母親 為什麼隱瞞了第一次的筆錄說 不知道 第二次誤導警方說 這是一個 根據她的母親描述的 她是被尖叫聲所吵醒 我們剛剛有講 她的嘴巴被封住了 對 對啊 如何尖叫 奇怪 明顯什麼 明顯 製作筆錄的內容 所以 不會這麼 不是吧 她被這樣綁住 可是她還是有方法可以叫出來 她要求救 而且這個女生整個死狀就是 疑似強盜性侵的一個案子 當然警方在進一步追查的時候 問到她的親屬 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女孩子 她的父親是在開運輸車 她的母親是在做保險 但是因為她的父親染上了毒品 和染上了地下潛毒 所以公司一夕之間倒閉之後 很快的就找到雲林北港 這個房子來出租 租下來到發生命案 才一個月 那這一個月 在她家進進出出的人 到底是什麼人 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 案發的時候 她的父親 因為吸食毒品 送去樂界 她家裡只剩下 媽媽 弟弟 還有她 那整個房子裡面 進進出出來來往往的人很多 現場查到一個學手印 學腳印 查一些指紋 但是一查下來 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 怎麼說 學腳印是她媽媽的 其他的指紋是她媽媽的 表示 那誰會去清理現場 我們不知道 這個國中小女生 過了十年後 案子一直追查查不出來 有一天 她跟了一個姓曾 曾姓的一個男學生 她是府仁大學的一個法律系學生 她說 我是十年前 被殺害的一個小女孩 殺我的這個人 是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甚至於在夢境裡面 她很清楚地描繪了兇手的照片 又夢到說 我希望你去幫我找一位 姓陳 耳東陳的一個警官 來幫我申冤 那這個大學生 她的家屬是 北港曹天公 就是馬祖廟董事長 她的一個親戚 她透過親戚問 北港雲林的當地警察說 有沒有這件案子命案發生 結果 真的有 真的有這件 女孩子被殺害的案子 剛好我們台北刑事局 有一個陳恆正陳警官 他在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這個學生就聯絡到了 這個陳警官跟他講 所有描述這個女孩子 托夢的事的時候 他講到我們警方 沒有公佈的一些重點的時候 警察才發現說 可能真的有這個事情 進而再重新再調查 重啟在調查的時候 警官就先去她的外婆家 她外婆很生氣 已經死那麼久了 你們不要再繼續追查了 我們不想再想到 這起悲傷的事 而那一個房子 我們剛剛講 它是租來的 那租來的房子 沒人住 沒人住 警方在回去的時候發現 整個屋子很多地方都是 貼滿了符咒 去廟裡求來的符咒 而把那個符咒一拿上來 一拿起來 下面壓的是什麼 什麼 為什麼用符咒 壓著那個小女生的照片 很多人就覺得說 壓住你 不讓你 深淵 不讓你 怎麼樣 而那個房子 大門進去的時候 要進去左邊樓梯的門的時候 門一拉開你就像開冰箱 一股陰風吹過來 很明顯 就是有一個怨氣在裡面 那個女生 就是有個很深很深的怨氣在那邊 但是警方就沒辦法 我們的學長就用電話來監聽 監聽他整個家族 監聽之後發現了兩個人 怎麼樣 對談的話語裡面有一男一女 男生說 我自己會自我了斷 天啊 女生說 我每天都夢到崔小妹妹來 跟我索命 再來說 我再夢到她 那這個很高度 我們錄音錄到的這兩個 疑似凶手的對話 就是她的親屬 那為什麼她的親屬 到現在不願意協助警方來破案 原因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這個崔小妹妹全身赤裸 她的右胸被刺那一刀那一剎那 我們自己可以看 我們站得起來的時候 右胸在這個地方位置 你要往直刺12公分 力道沒那麼厲害 一定是把它壓在地上 由上往下 才有12公分那個力道 所以這個已經達到很凶狠的 一個殘忍的方式 為什麼 就是有可能說 她可能是要性侵害這個崔小妹妹 可是極力反抗 第二個就是這個崔小妹妹 是不是聽到了 不該聽到的話 或者是看到的 不該看的事 而被這個人 這個男生給滅頭 因為很多我們警方辦的案例 媽媽另外有男朋友的話 可能會協助這個男朋友 來性侵女兒 重點 這個崔小妹妹 她有保險 保險100多萬 沒多久被她媽媽花光了 所以整個案件到現在為止 警方掌握了很多很明確的證據 但是沒有辦法 直接執政證據說 是誰殺了這個崔小妹妹 謝謝 可是不是有那個錄音嗎 不能用錄音就是把這兩個人鎖定 然後就逼他們承認 錄音 錄影 自白 它包括我們的刑事局的策謊 鑑定 這些都只是一個佐證 對 這樣也太難破案了吧 這個就是要有現場的DNA 或者是微物激震 毛髮 還是其他的皮屑等等 才有辦法證明 更充足的證據才行 到底是偷夢十年了這樣 還是不行 真的懸案 謝謝高警官 謝謝警官 高大哥跟他講這個案子 我覺得我對這個案子 是蠻有信心的 他們現在可能過去的這十幾年 就是用符壓住這個小女孩 但是你知道嗎 人都會想辦法 靈體也會想辦法 但有一天呢 他起來之後呢 殺害他的這些人 對 好想偷偷潛入他們家 然後把那個符咒解開 好 那我們就派你去吧 好 就靠大哥了 沒有... 有沒有人家這樣子 我們已經有錄影存證了 你即將要去喔 加油 就靠你了 希望趕快這個對不對 我們真心的希望這個 法網會會輸得不漏 對不對 希望能夠破案 好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聽的是 香港奇案 因為香港常常把一些 真人真事改編成電影 像是什麼露叉燒包 露鑽這種 接下來這個案子呢 又被拍成電影 我們歡迎張啟德幫我們分享 香港的 剛剛主持人已經說了 香港很多電影 它的劇本其實都是改變至 一些香港的案件 是 其實我曾經在香港 也有拍過一個叫 人頭Hello Kitty 就是說那個兇手 把人殺了以後把頭藏在 一個Hello Kitty裡面 我就是演那個兇手 對 可是我今天不是 是想要分享那個故事 想要分享的是 沙田榮詩奇案 這個案件發生在1989年 發現的日期是5月12號 為什麼會發現 因為有一個住在沙田圍村的 居民打電話報警 他是說他樓上的住戶 就是二樓的住戶 連續好幾天 他的單位裡面都傳出惡臭 所以他必不得已就打電話報警 然後警察到二樓的時候 一進門就看到有兩個人在裡面 一個男一個女 男的叫David 女的叫阿玲 然後他們是情侶關係 然後警察就發現 原來那個臭味不是在二樓傳出 而是在三樓 然後罪問之下 就知道原來三樓的那個單位 也是David所租的 所以他們就馬上到三樓去 是 門一打開 那個惡臭 真的臭得不得了 然後發現單位裡面很多雜物 尤其是一些空的瓶子 然後那些空的瓶子 是用來放一些化學的液體 然後警察就跟從那個臭味 一直走到浴室 警察發現浴室的浴槓上面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鐵箱 一打開 就發現裡面有一坨 融融爛爛 非常臭的東西 裡面發現一個 所以很明確裡面就是 一具屍體 對 一個人 所以就馬上把這兩個人抓起來 可是抓到他們以後 他們怎麼都不講 什麼都不講 那也拿他沒折 那所以警方 只能控告他們兩個人 就非法處理屍體 就沒有很實際的證據 就證明是他們兩個殺的 然後那個法醫 就從那個頭骨的牙齒記錄 就找到就確定 那個屍體 就是一個28歲的空姐 叫做子君 然後找到有一封信 是1988年 是那個子君寄給那個David 信的裡面大概的內容就是說 子君就很愛這個David 可是David就欺騙他 但是因為那個子君太愛David 所以希望分手之後 還是希望跟他維持朋友關係 另外還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子君有提到 所以就是說 有借錢給他 對 有借錢給那個David 所以警方就懷疑他們是因為 散角鏈跟那個金錢的糾紛 所以就動煞機 繼續往下查的時候 警方就查到死者那個子君 他有一個室友 那個室友就是說 在1989年的5月6號 就是那個被發現前6天 的5月6號凌晨 子君有接到一通電話 接到那通電話之後 那個子君馬上就離開家出去 從此就沒有回來 然後根據那個David的鄰居的口供 就說在6號的凌晨 確實有聽到David的房子 有傳出兩個女生吵架的聲音 後來有一個男生出來 希望他們不要再吵架 過沒多久 過沒多久 就安靜下來 所以警方就懷疑 6號凌晨就被殺 一直到12號就被發現 然後兩個那個兇手都沒有 為自己辯護沒有講話 可是在所有的證據裡面 都確定這兩個人是兇手 所以在1990年法庭就判這兩個人死刑 可是香港是沒有死刑的 所以就判那個眾生鑑禁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罪名 就是他們違法處理屍體 就要做5年的牢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馬上就上訴 可是在上訴的過程 戲劇性的一些情節就發生了 在整個上訴的過程維持 大概3年左右 中間在上訴期間 其中一個兇手那個阿玲 突然間他就自己承認殺人 就說所有事情跟那個David無關的 他就說為什麼會殺死那個子君 因為那一天凌晨 他們其實真的是為了感情上面的問題 對 所以就吵起來了 吵架 然後那個阿玲就是說 是子君首先拿起一個鐵錘 對 去攻擊他 所以那個阿玲才還手 措手把他打死 然後David只是因為 不希望那個阿玲被抓 所以就幫他一起處理那個屍體 其實當時候那些陪審團跟法官 也有一些懷疑 可是就在這個時間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衝出法庭在那個法官前面 就說指責那個David 跟法官說 我老公是無罪的 他衝出一個誰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肯定不會撒謊 如果我撒謊 很奇怪 從頭到尾 又多了一個人 都沒有提過他有結婚對不對 他只是三角戀 David什麼 那個所謂的老婆什麼時候出現呢 原來那個David被抓去坐牢的過程當中 雖然他的很多自由都沒了 可是他還是有某一些的權利 其中一個權利 你在香港坐牢 你是可以去兼社工 然後他的老婆其實 就是David在坐牢的時候 才認識的社工 哇 他很厲害 對 他本 中文名字是 好厲害 處處留情 真的非常厲害 他除了因為子娟很愛他 所以死了 然後那個阿玲很愛他 所以自己背上那個罪名 對 現在又有一個社工 非常愛他 就在法庭上面 就說他老公沒罪 很扯的事情是 他們真的是在監獄裡面才認識 就那個社工去見他的時候才認識 然後就愛上他 而且在監獄裡面就跟David結婚 在2000年之前 全香港只有曾經有兩個犯人 在坐牢當中結婚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David 對 那最後法庭宣判是 宣判的結果 就是那個雅玲 從那個 改成誤殺 本來是終身 結果就判7年 太短了吧 然後那個David 本來也是謀殺 但是因為那個雅玲 就自己認了 所以法庭就判他 只有那個違法處理屍體罪名 可是當那個 審判結果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 所以就當局釋放 真的 對 然後 那個 他 那個David跟那個社工的婚姻 婚姻 只有維持5年 在98年的時候 他們還是離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監獄裡面要怎麼就是 怎麼 你說 喔 做那件事情嗎 對啊 沒有趁著結婚 我們都沒有想到這個 你怎麼會突然想這個 他在監獄裡面結婚 然後就是夫妻關係 那怎麼 他沒有洞房 他就是從精神上面的 我是老公 妳是老婆 現在可能靠網路 也有很多人是在 一個禮拜可以見幾次面 他們可能每個禮拜 或固定有個時間 可以見幾次面 牛郎跟織女都 七夕才能夠見面 他們也一直在談到現在 都還在談戀愛 好啦… 可以啦… 好 我們就知道我們新亞 是非常需要那一部分 不是 資訊的 資訊 不是說資訊 怎麼會在監獄裡面結婚 對啊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聽聽 巴西有什麼離奇的巡案 來請 舞陽來為我們分享 這個故事就是叫巴西的 前面劇離奇失望的案件 第一件事情要介紹 是這個案件裡面的 兩個主角是誰 他們到底是誰呢 他們是兩位男生 他們是住在李悅的鄉下 兩位都是三十十歲 都結婚了 而且他們是合伙人 他們是一起開一個 三十產品的店 他們的工作就是工程師 然後他們是去修 三十產品的工作的 然後呢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1966年的8月20號 可是20號之前的三天 是最重要的 大概17號的時候 這個兩位男生 他們去里約的Niteroi 是另外一個里約的一個大城市 然後他們到了Niteroi之後呢 他們是直接 到了一個他們常常會去 小費的一家店 也是一個 關於三十產品的一家店 也是三十一的 而且 那也還好 也是去一些有的沒的 對啊 我們還想說 天下的男人都一樣 不… 不… 然後呢 除了他們去 小費這些零件呢 他們也是去了一個服裝店 去賣一個雨衣 因為當天下大雨 那第三個地方 他們去了一個酒吧 那這個酒吧呢 他們去賣了一瓶水 當天賣這一瓶水的那個員工說 這個兩位男生 他們的態度 跟他們的行為很奇怪 因為他們看起來 一位男生 他們一直跟著手錶 一直跟著手錶 一直跟著手錶 一直很緊張的樣子 到底在競爭什麼 然後呢 他們賣了這一瓶水 這個雨衣 好多人就看到他們 上了一個騎筆車 那這個騎筆車 他們就開了開了開了到一個 那個Niteroi的一桌山 的那個步道的門口 然後他們兩位就下車了嘛 附近的人看到那個車子裡面 其實還有其他的兩個人 可是他們到目前為止 完全不知道 其他的兩個人是誰 然後呢 他們是做了什麼 他們就是慢慢的 就是這樣子走上去 好 發生了什麼事 18號 有一位男生 18歲的 他在那個山州來走去的 然後他就發現了 那個兩個死體 就覺得好怪 趕快報警 可是18號警察 沒上去喔 等到19號 另外一位男生 一樣18歲 又報警了 可是聽說第二次報警 就是已經很晚了 所以警察只能在20號 這警察怎麼會這樣 這就好奇怪對不對 真的好奇怪 18號沒去 而且19號太晚了 好 沒關係 我們20號上去了 對啊 對 巴西都對 太晚了 20號警察就上去了 他們看到的畫面 真的非常的奇怪 因為那個兩個死體 他們是躺在地上 然後他們穿的衣服 就很奇怪 他們是穿的 然後他們附近走位的那個 那個環境找到了一些奇怪的物品 例如說 一個用直做的被子 然後呢 一個戒指 可是最奇怪的事情 是他們的臉上戴著這個 魔鏡 你以為這個是太陽眼睛嗎 不是 這個是用潛作的耶 這是用潛作的一個面具 然後警察看到那個畫面 他們會覺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去做那個 解剖 解剖 好 沒有什麼外傷 沒有什麼內傷 也沒有什麼中毒 都很正常 他們死掉的原因 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就說 好多 第一個就是我說的 看到他們下車的時候 其他有兩個人 大家不知道是誰 當天 17號網上 好多那個城市的人 他們在網上7到8點 他們就看到了 上上 看到了一個武艦 好像在匪來匪去 然後好多的顏色 然後這個東西在飄來飄去 它好像有一個火拳 繞著它 然後這個火拳呢 好像在噴 好多的藍色的光 像閃電 閃電 而且最奇怪的事情呢 外星人 最奇怪的事情是 報警的這些人 他們都不互相認識 而且他們也不知道 17號網上 這個兩個人上去 對啊 所以為什麼那天17號網上 會那麼多人看到 那麼多奇怪的事情 代表這個事情 真的有發生的感覺 什麼來了 什麼來了 同學來了 來了是不是 我們在等 回答… 怎麼樣 我不是說那天那個警察 不是在省上找到了 好多奇怪的物品嗎 對啊 好 他們找到他們的口袋裡面 一張紙 一塊紙 那這個紙 有一些 一些 這個內容很奇怪 是些什麼 10點半 要到制定的位置 6點半 要吃一個膠囊 然後呢 是要戴著面具 然後保護好你的情書 然後等著訊號 等訊號 這個是什麼鬼東西耶 對 而且最後那個警察找到了 協志的那個人 就是其中一位 對 然後就是這個案子 警察通過了 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找 他們死掉的原因 是不是殺手 是不是自殺 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毒品 都找不到答案 然後他們就閉嘴掉 這個案子 1969年 他們就說不管了 因為沒有辦法破解了 對 雖然警察已經不管了 可是私底下的好多人 其實還在追 對 他們死掉的原因 其實好多記者 就通過他們的一些朋友 跟一些親戚 發現了他們其實是一個 組織的成員 那這個組織的是什麼呢 林修科學 這個林修科學的目的 他們是要通過科技肯定 去想辦法聯絡到 可是到現在沒有任何證據 可以證明是不是外星人 還是被殺了 還是自殺了 只是大家知道17號晚上 大家看了好多奇怪的事情 跟外星人扯上關係 也有那個藍藍的那個光 對啊 對 實際上是在那天晚上 很多不認識的人在那個城市 都看到了這個現象 對 那到底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要問一下 裕豐 你應該聽過很多 類似這樣的案件吧 對 這是你的看法 他把他們帶走 對 我覺得是他們留下來的 只是他們的軀體 他們想要跟外星人接觸 外星人就圓了他們的夢 就把他們帶走了 對啊 去更高維度 真的 酷耶 因為的確在全世界 都有類似這樣子的 譬如說有某些組織 有些集團 他們就集體 他們就去某一個地點 然後就說 譬如說 外星人會把他們接走 或者是說 他們心裡面所謂的神 會帶他們走這樣 其實滿多的對不對 我碰過一個案子 一個女生 她自己獨居 她是信奉一種 剛剛像舞陽講的 信奉一種科學的一種宗教 林修 那有一天她的夥伴 找不到她了 跟房東講 她是不是要去她租屋的房子 在新生北路 要不要去開開 拿她的東西 對 結果 她已經死在床上了 我到現場看到第一剎那 那個一張水床 很大的水床 第一次看到 黑色 黑色 通通都是蛆 在床上滾動 你遠遠看折射看起來 就像這樣 像水床一樣 在坡洞 在洞 對 她就自己躺在床上面 放著一個他們宗教的一個 我們看不懂的一個星星那種 六角星的星星 對 然後腐爛之後 全部的蛆爬滿床上來 所以很多宗教是你沒辦法去想像的 解剖之後發現它是有服用藥物 很多宗教有的甚至於他自己會把自己 綑綁起來 點火 然後自己再自焚 對啊 那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宗教 好 接下來 因為玉峰跑了這麼多的社會新聞 一定有非常多印象深刻的案件 對 其實我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從小就在內湖長大 我從小就在內湖長大 然後這個是當初大概十多年前 我剛入行的時候 在內湖這附近 就是我們現在錄影的區域 發生了一個裸師的命案 就在這附近 好 內湖那個時候 其實公園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名字 它叫1 2 3 4 5 6 7 8這樣子分 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內湖 我們以前叫那個公園 叫三角公園 結果有一天早上的時候 5點多一個清潔隊員去打掃 竟然發現了一個女孩子 躺在地上 然後胸部前面的衣服被拉上來 然後下半身全部赤裸 而且這個女孩子幾歲 才剛滿18歲 青春年華 然後警方其實當下認為 這個案子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 你18歲 你不是同學 就是男朋友 就是家人 你發生命案 你很難 你18歲 就跟外面的人 或是跟黑社會有一些瓜葛 就開始去查 然後就查他打工的地方 是一個加油站 加油站的馬上就說了 他男朋友就住在那公園附近 可是警方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女朋友不見了 一天 兩天 你怎麼不會去找你女朋友呢 除非你知道她死了 不然你怎麼不會去找 好 就把這個人叫來 叫來之後 他一開始就不說實話 他就說 我當天女朋友有說要來找我 可是她後來沒有出現 我不知道她死在樓下的公園裡面 公園裡 你想 這合理嗎 你女朋友晚上半夜11點 說要來找你 然後最後沒有出現 那你不趕快去找她嗎 好 案子查下去之後呢 另外一件事情 就知道說這男朋友有問題 警方很聰明 有問他說你跟女孩子 有沒有發生親密的行為 男生也才19歲而已 就說沒有… 我體力不好 我很久沒有做那件事情 對 好 因為這個 這個大家冷靜 頭掉出來了啦 頭啊 對啊 不是 這個 這個太可怕了 好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這案子最後 這個案子最後沒破 變成懸案 所以呢 可能我們再聽下去 就知道為什麼他會出來了 OK 參加下去之後呢 他就問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說沒有 沒有發生親密的行為 可是呢 你知道嗎 我們去相驗屍體之後呢 馬上發現這個女孩子 有被 就是他的下體有金斑 什麼叫金斑 就是男生的精液 然後殘存下體就變成金斑 而且呢 是新鮮的 馬上就把這個男朋友 給抓起來了 他就說呢 我們已經驗出來有金斑了 你到底要不要說 沒有想到這個 一嚇下去之後呢 馬上什麼都認了 他說對 我忘記了 我們前兩天才光做完那件事情 好 他馬上就認了 好 接下來再往上去看 這個女孩子的左胸 被咬了很像一個這樣子 一個碗弓的一個咬痕 你想想看 你怎麼會去咬你女朋友 而且那個痕呢 是非常的深的 這時候又回到了 我們其樂的香港電影 他就說 因為前一天晚上 就是發生那件事情 他們兩個在蹲蹲 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在看的 那個時候就香港電影 非常紅黃秋生的那一個 忍肉叉燒包 好可怕喔 大家冷靜… 故事快要講完了 大家冷靜 好可怕喔 好 所以呢 他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他說他看了… 黃秋生的那個忍肉叉燒包 然後那個畫面是非常的刺激 所以他跟他女朋友就是 也受到了那個刺激 所以他一口咬下去 那想想看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成員得雪了 這個女孩子 就是他啦 對不對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個目擊者他有發現 他就說我看到一個男生 但是不是在吵架 好像在講話有點爭執 那身材大概就跟我的身材差不多 再瘦一點 他男朋友的身材 就大概這樣子 那警方就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遇到壞人 我今天要去殺你 你會跟我聊天嗎 你就是跑就是叫嘛 除非你是認識的人嘛 對啊 所以最後就抓了 最後判了13年 好 可是最終為什麼 會變成一個懸案 為什麼 他進去之後 他說那不是我咬的 不然我們來驗 他馬上 他馬上案子 他馬上去將軍這個警方 警方就說好 完蛋就來驗 那這就很奇怪了 那就很奇怪了 那我們就在想了 那你前面幹嘛認 對啊 其實這麼多年來 這個人已經釋放了 因為就是靠著他不是他咬的 然後他最後也驗出來 就是他這邊有一點DNA 有點唾液 也確實不是他男朋友的 好 可是他媽媽就出來喊冤了 一個女兒養到了18歲 剛才18歲就走了 現在這個命案 大家認為變成懸案 有兩個角度 第一個 這個男生是不是有共犯 他媽媽認為有共犯 你故意要認 然後讓警方把案子結束之後 你再翻案 你這樣子案子已經結束了 你找不到這個人的 或者是這一個人從頭到尾 他就是受了冤屈 那受了冤屈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在我們錄影的當下 從頭到尾沒有被抓過 還在內湖地區遊蕩 所以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來錄影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對 結論是 還在被救在這一帶發生的故事 在附近 就在那附近 這個世界 好奇怪 他幹嘛要認那個遙恨 就是懸案就是這樣 對啊 那個應該是他有一個相當的把握 我這個一認就沒罪了 可是他才19歲 所以後面有律師 有人在指點 律師啊 對啊 指點他也有可能 好 接下來呢 其實還有偉萱要帶來 明古屋的案件 來 在1988年的3月18日呢 有一個平凡的上班族男子 他們家裡要期待一個新生兒 要來了 因為老婆即將要生產 所以他只要一有空 他就會打電話 關心他的老婆 平常只要打電話 響三聲老婆就會接了 但是今天很奇怪 打了11聲的電話 老婆都沒有接電話 但男子沒有多想 結果他回到家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他發現一個很詭異的事情 首先 二樓的電燈 照理來說 應該會是亮著的 但是今天卻全部都按了下來 再來他發現 一樓的門是沒有上鎖的 有被人打開的感覺 感覺就是有 雖然很可疑 但是他因為很累 所以他先回家 把自己的西裝脫了下來 過沒多久 有出現個嬰兒的聲音 那個男生想說 難道是老婆生小孩了嗎 所以他走到客廳的時候 發現滿地鮮血 但是老婆的肚子被劃開 嬰兒直接掉了出來 他的頸部被電暖爐的線勒著 雙手被捆綁著 老公非常非常的緊張 他趕快想說要打電話報警 走到閒關的時候 但想說還是要報警吧 趕快先去跟鄰居借電話 對 結果鄰居說 那時候那個男子是很冷靜的說 我的小孩出生了 可是我的電話線斷了 可不可以借我打電話 叫救護車 異常冷靜 鄰居不知道樓上 發生了這麼恐怖的事情 一直到檢警鑑定之後他們發現 死者的生前沒有遭到強暴 但是被人用凶器 劃出一個長38公分 身2.8公分 從胸口一路開到子宮 而且嬰兒不是掉出來嗎 那裡面是什麼 裡面居然塞了 旋關的電話 還有一個米奇的鑰匙圈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發現 就是死者這個人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謹慎的 平常的門口郵箱 只要有郵件 他就會趕快去拿 所以那一天很奇怪 4點多 有郵差有把信箱 有把信放在信箱裡面 但事後 信件都還放在郵箱裡面 不明白為什麼 這麼謹慎的妻子 會開門給一個陌生人 進入到家中 因為我這邊有一張圖 他從玄關這邊回來之後 他先是去他自己的房間 把西裝脫下來之後 他再去看他妻子的 而且嬰兒的哭聲照理來講 一出生的時候 就會一直有嬰兒的哭聲 他怎麼還會先回到房間 把衣服卸下來之後 再去到客廳 所以警方開始懷疑 但是很少犯人會在行凶中 特別做一個很多餘的事情 比如說因為後來檢方發現說 是死者先死了 先被勒死之後 他再把他把肚子剖開 然後讓小孩出來 可是照理來講 犯人不會做這麼多餘的事情 除非 但那一天死者的死亡時間 丈夫確實在公司上班 所以警方最後就是 所以就不覺得 兇手就是丈夫 但是因為他家裡的錢包 只有幾千元不見 但是其他更值錢的物品 都還存在著 那到底殺人的動機為什麼 那這名案件已經過了33年 都沒有被破解 謝謝 好 謝謝瑋萱 當我們聽了這些故事之後 除了是覺得哇 這個滿緊張 然後有點被嚇得怕怕的 但其實最主要的 我們還是要心存善念 而且平常要注意自己的這個 不管是安全也好 或者是自身的行為也好 多一分警戒心 少跟別人吵架 不要吵架 是 千萬不要少這樣 平靜比較好 對不起 大家好來好去最好對不對 好 今天很謝謝所有朋友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見 拜拜 同學來了 百看不厭 不想漏掉最精采的內容 請用力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喔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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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開